大家好,我是燕山野话 今天说一说文革中 江青一伙如何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帮派势力 加紧进行阴谋活动 如何忘胡打倒周恩来、邓小平、叶建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以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狂妄野心 江青一伙怪用的阴谋 就是无中生有 诬陷他人 其中 他们胡说什么身边的护士放毒 要抓身边坏人 并借题发挥 上演了一场搅闹中央政治局 逼宫总理府的闹剧 1972年3月5日 江青擅自要秘书通知周恩来 叶建英、纪登奎、汪东兴及张春桥 姚文远马上到钓鱼台17号楼一事 说出了大事情 江青指责他身边的护士赵柳恩要毒害他 还专横地对周总理说 我已经要寄登奎找赵柳恩 让他交代罪行 交代团伙 还有他的后台 周总理对大家说 先把情况搞清楚 我看先由汪东兴主任去找小赵谈谈 要他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 叶帅说 我看也是 先由汪主任找小赵谈谈 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再省也不迟 一会儿 纪登奎回到会议室 他对大家说 小赵边哭边说 都是按常规准备的安眠药 没有犯什么罪 江青听后带叫起来 这个小东西想耍赖 要他坦白交代 周总理说 还是由汪主任去谈好一些 要小赵冷静下来 认真的谈清事实 汪东兴劝小赵不要哭了 冷静下来 把这次用安眠药的经过 详细说说 赵柳恩抽烟的对汪东兴说 江青同志用的安眠药 是按医生的嘱咐准备的 每天睡觉前安眠药 分三次服用 晚饭时服一次 临睡前服一次 万一睡不着 再服备用药一次 昨晚他没有睡好 把备用药服了 他起床至中午饭后都没有事 到晚上快七点了 不知从何想起 说有人要不害他 不疑惠儿 就说我要害他 还说有后台支持 大发脾气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汪东兴听完小赵的话 没有多问 回到会议室 向周总理等人 把小赵的话如实汇报了 江青历史跳了起来说 小赵不老实 想逃避罪责 不要再谈了 马上进行审问 周总理说 还是用集体谈话的方式好 江青无奈 又出了个主意 你们都一致要谈话 那就要赵柳恩 杨盈录 周精明 站在我们的对面打话 周总理吃完了药 谈话开始 总理用手指着 对面的椅子说 你们坐下来谈 不要紧张 主要说说出事的经过 江青的秘书杨盈录 警卫周精明 护士赵柳恩 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许久 会议室里一阵冷场 江青按捺不住 用力声叫起来 你们要坦白交代罪行 交代你们怎么合伙毒害我 谁是你们的后台 坦白从欢处理 不坦白从严处理 周总理对江青说 你冷静些 还是让他们三人先说 受了莫大委屈的赵柳恩 这时抬起了头 以抗争的口吻激愤地说 我没有毒害你 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 我每次都多准备一次药 怕你万一睡不着 可以再驳一次 而且每次的剂量都一样 我也没有同杨银路 周精明商量 江青见赵柳恩竟敢屏撞他 拍着茶几跳了起来 脸红脖子粗糙门外使劲地吼叫 来人呐 江青命令军人 你把他的领章冒灰给我摘下来 住手 就在这一瞬间 早已不耐烦的周恩来 大声刻住了军人的行动 挥手示意他退出去 总理站起身来 扳起面孔 朝坐在右侧的江青说 江青同志 你不要这样激动吗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 你怎么能这样 平常 周总理总会给江青几分面子的 今天的情形不同 江青的言行太过分了 看样子总理已忍无可忍了 江青仍不甘罢休 你们不交代罪行 反而说是保卫我的 没有伤量毒害我 那么 安眠药是谁放进来的 看来你们是不敢交代后台 宋公安部审问 周总理见识时已很明朗 便说 时间不早了 已经十二点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让他们回去想一想 江青依旧不依不着 不行 要叫他们做检讨 周总理再一次说 今天可以反了 叶剑英同志该休息了 江青又出题目 叶剑英不能走 还有一和园军代表的问题 接着他说了所谓一和园军代表问题 前几天 我到一和园走走 园内的军代表对我尽情刁难 限制我的行动 我看他们不像军代表 像变异侦探 要把这些所谓军代表请出去 有的要抓起来 叶帅说 我对情况还不了解 待我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说吧 总理一听又是这样 无中生有莫名其妙的事情 随口说 这件事情让有关单位调查处理吧 今天大家都累了 回去休息吧 叶帅 我们应该把今天发生的事向毛主席汇报 毛泽东说 你们要顶得住 不管他施加多大压力 全就是不能交 散会以后 当走到17号楼东门口时 叶帅叫住周总理和汪东兴 进入走廊南侧的一个房间 叶帅说 今天我们又终将亲的记了 但我们没上他的圈套 他的矛头是对着汪主任和我的 他诬陷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又诬陷一和元的军代表 今晚我们顶过去了 但他还会无事生非 我们应该把今天发生的事向毛主席汇报 周总理说 事情来得突然 我们没有精神准备 但也没有匆忙表态 向主席讲讲是必要的 我看这件事就由汪主任去报告吧 过了几天 汪东兴见毛主席犯后精神很好 就向主席报告了这件事 毛主席听完后说 江青通过整身边的人员 向中央施展他的威风 他其实是指方骂怀 变着法向总理 建英和你们要权 你们识破他的用心 顶得好 主席又说 你们要顶得住 不管他施加多大压力 权就是不能交 1973年6月11日晚 江青在他驻地与张春桥 姚文元一直谈到深夜一点多钟 然后与张春桥 姚文元走出楼门 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警卫员 在世间根本不打招呼的情况下 就直闯周恩来总理的驻地中南海西花厅 这时 周总理还没有入睡 江青一进门 就对总理说 我身边有坏人 杨盈录 周金明都是坏人 他们是汪东兴的人 江青一负很生气的样子 周总理把他们让进客厅 没有说什么话 嘱咐他的身边警卫张树迎招待他们 并示意张树迎不要告诉江青 他们说总理出去了 周总理乘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住处 他们现在到西花厅去了 总理第一句话这么说 汪东兴问总理 出了什么事 总理说 江青说他的秘书和警卫员都是坏人 要抓起来 汪东兴对总理说 又是江青在捣乱 在总理的办公室能抓人吗 有什么罪状 怎么可以随便抓人 这些人归我管 他不用 我可以把人带回 总理说 你去 我来说 你来处理好不好 汪东兴上了总理的汽车 和总理一起回到了西花厅 江青见总理和汪东兴一起走进客厅 大声说 哦 原来总理去搬救兵了啊 周总理对他们说 这件事情我不能处理 安全 人事都由中央办公厅主管 你们有什么意见 可以下汪主任反应 江青大声说 我的秘书 警卫员都是坏人 要抓起来 他们要害我 用安眠药害我 杨盈鹿成亲气我 我的事他压在那里不办 江青站起来继续吼叫 非把他们抓起来不可 等到江青叫掌得差不多了 汪东兴严肃地表示 不能随便抓人 江青怒目而是找汪东兴 你要怎么处理 汪东兴 根据事实处理 这些人当时推荐到你那里工作 都是从机关部队选调的优秀干部 现在你不想用他们 我马上可以把他们带回去 凌晨三十多 江青一伙继续纠缠 不肯离开西花厅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在江青这里 我们没法工作 大家都干不下去了汪东兴驱车来到钓鱼台十七号楼 这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 英江青还未回来 都仍然等在那里 见汪东兴来了 他们都自动围拢到汪东兴身边 每个人都很紧张 也很气愤 他们七嘴八舌的对汪东兴说 在江青这里 我们没法工作 请您另外派人 我们不干了 厨师程辱民很激动 他说 江青这个人不配做我们党的高级干部 护士赵柳恩 马小光说 他不是好人 他是个野心家 这些和江青朝夕相处的工作人员 此刻毫无顾忌 倾诉他们长期积压在内心的愤怒 上午九十多 周总理打电话告知汪东兴 他们指江青一伙已经回去了 七个多小时的时间 周总理一直陪着坐在西花厅 不肯走的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被他们折腾得整整一夜不能休息 其实 江青他们明明知道 此时的周恩来是做完膀胱肿瘤手术 才三个月的重病人 他们不仅不体谅 反而以这种极不寻常的卑劣举动 旺胡整垮周恩来 第二天下午 汪东兴把夜里发生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 主席听后很生气的说 我要是总理 就应该拿扁单把江青打出去 汪东兴说 那还有两个呢 还有哪两个 主席问 张春桥 姚文元 这还了得 这是逼宫 跑到总理府逼宫 主席看汪东兴一时没有答话 又解释说 逼宫 就是要总理交权 汪东兴点了点头 表示听懂了 江青有多大能耐 随便就抓人 无法无天 主席沉着脸 接着问 那两个工作人员你打算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 现在正在睡觉 准备先上他们回团部 过几天 我再同他们谈谈 我打算先安排他们学习一段时间 然后去武器干校 主席说 我看这个办法好 江青那里不用再给他派人 他不需要警卫员